聽著烏克蘭國歌 觀眾忍不住流下眼淚 為了幫助烏爾戰爭受苦的難民 美國網球公開賽 特別選在8月24號 烏克蘭獨立日這一天 舉辦一場慈善和平表演賽 西班牙蠻牛Raphael Nadal 希臘好手City Post 美國天才少女Coco Golf 還有63歲的網球名人堂名帳 John McEnroe等大咖球星 都來共襄勝舉 投入雙打大亂鬥 既然都是表演賽 大家可是各種鴨香寶 都拿出來秀一下 各種胯下回擊 跟看卡通一樣 不過要說娛樂感最足的 畫面左上方的大哥 你這球拍是不是 太誇張了 美國好手Tommy Poe 超犯規的巨無霸球拍 還拉策掛網 無理頭行進 完全鬥樂球迷 這場表演賽 不只募資協助人道救援 球星的娛樂效果 也讓緊繃的心稍稍緩解 至於本屆美網的另一大焦點 就是進入退休倒數的Sarina Williams 她也來到紐約開始練球 儘管沒有直說美網是最終戰 但各界都推測 這很有可能就是小微的隱退賽 美網門票更是因此漲了34% 女單冠軍戰門票更是飆到1289美金 一張票就要38000多塊台幣 就是希望能夠見證Sarina Williams的天后風采 華視新聞張道勇 這亞方報導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